補充頭的毛巾 看起來的泄水和豆油都很漂亮 但是英雄最大的電視不是在這裡 一般餐巾如果它要打到吸水功能的話 它可能就沒辦法抗污 那我們為了要做出一個又啃抗污又能夠吸水的毛巾 所以我們把毛巾這種紗布巾 跟這個抗污處理做得完美的結合 這是市面上沒有的 而且是全世界第一例 我們把這個毛巾跟這樣的 做成這樣的一個機能性 又兼具文化創意的一個產品 要做出一項一般餐巾不一樣的產品 聽起來是真有太重心 如果時間有這麼新機 發表會上的時間就要讓大家親身感受新產品的厲害 這個紗布巾是我們台灣毛巾的現有的技術 那它是用這個純棉的百分之百純棉 一體成型把它製造出來的 那這面的這個紗布面 我們做抗污防水的處理之後 然後背面還是保留這個毛圈 那這個毛圈一樣維持這個能夠吸濕 那個吸水的功能 洗濕就跟一般的這個棉織物的洗濕方式是一樣的 它的抗污功能可以讓你洗 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消失掉 看過美高就知道原來的這一個餐廳 還有這麼特別的設計在其中 而且不只是強調它的功能 致命的導演也是重點 我們特別跟那個我們雲林縣的logo呢 來跟這個四款設計做結合 再分別是農情蜜意 分別跟我們那個雲林縣的這個特產 林內的茶葉啊 還有口服的烏魚 還有這個刺童的花海 還有斗六文彈呢 來把設計內行放在裡面這樣子 西翁還有設計家的新產品 不然負荷新華輸求 也能救助行銷雲林的貸卸 相關的產品正有期以後 應該會帶給消費者 另外一種不同的選擇 現在林一林 蔡幸福島